我唱給你聽 喜多不丟開 哎呦喂呀我的媽 為什麼聲音不能也套濾鏡美化一下 小甜甜你這唱歌才藝真的很不錯 但下次別再唱了啊 時隔幾個月 小甜甜也算是走出離婚風波 我們啊常常吵架吵到甚至要離婚 三年前小甜甜鳳女成婚 沒講到婚後才兩年就鬧出家暴問題 後續延伸出教會風波 鬧過了風風雨雨 最近生活才逐漸走回正軌的她 感情生活看來也是重新上線 就在這個月初 奔堪在電視台外面 遇上了剛結束錄影的小甜甜 順路就跟著她走一遭 沒想到這一看不得了啊 把小甜甜接走的黑色轎車停在路邊 正當我們好奇為何小甜甜下車不走的時候 畫面告訴了我們答案 我們收錢收一起去交友 從背影都看得出來這對情侶正在熱戀起 沒錯沒錯在離婚8個月後 小甜甜張可雲有了新對象 不管是下車回家還是去超商買東西 小甜甜跟新對象不管走到哪都要手牽手 就怕這新出現的愛情會飛走 看屌屌才會安心 跟前夫送進前還有關實在大 但這不影響小甜甜追求自己愛情的覺醒 回別就愛 找到新歡 就是不知道這個新對象 是否是他人生的正緣啊